我是歌手 从节目播出到现在已经有6季了 除了参加歌手的嘉宾之外 节目组导演洪涛也凭借自己的魅力圈粉无数 不过昨天却被爆出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洪涛将离开湖南卫视 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多粉丝都感到惋惜 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毕竟已经习惯了有洪涛的我是歌手 很多人还表示 如果洪涛真的离开湖南卫视 将会是湖南卫视的一个损失 不免让人们有些感慨 据了解 洪涛请求已知的申请书已经被批准 等陆志文这一季的我是歌手之后 就会正式离开湖南卫视 但是这个消息双方都一直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所以是真是假 还是有点扑朔迷离的 2013年是我是歌手的第一期录制 除了歌手之外 也让洪涛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当中 虽然我是歌手经常被爆出越拨越烂的消息 但是回顾往期节目还是有很多让人感动之处的 也许不是节目不好了 而是观众们的眼光变得挑剔了呢 其实我是歌手的节目一直都有很高的关注度 收视率也是很不错的 洪涛也无疑是节目组的一个看电 这个节目也很红了很多歌手 比如林志炫 邓紫棋和黄丽玲等 不过昨天洪涛却在下午的时候发了一个微博 内容大致是出新永迹 撸起袖子加油干 微博名依旧是芒果洪涛 定位也是长沙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再加上出新永迹这四个字 不免让人猜想洪涛是在针对离职这件事做回应 疑似告诉大家不存在离职的事情 你们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